看下39D 第一个我想这个地方 几个部分是差不多的 比如说这个垂直部分往下这个没有问题 那过来这个82.5 不过比较会有问题这个地方77 那77它是指的是这一边 不过我们以那个零度一直过来的话 这应该是多少度 180 减掉吧 47那应该是 103 对加起来103 所以理论上这个应该是103度才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画一条线 那这条线的长度不知道 所以你这条线如果通常不知道的线段你可以画长一点 那画长一点之后呢将来就把它修紧掉那因为 这一边有一条线 那我们只知道说这边到这边有一个湖 不过这边有个湖他的他的应该是这边要有线 对 那这条线 这个看哥要不要画出来 理论上把它画出来 你可以一条 这个这条线 不需要的话 就是辅助线 那你这边的距离是62的话 那这边可以画一个什么 圆嘛对 这边到这边画一个圆 画一条一个圆之后 就会有个点 那其实我们会画圆主要是 那个点一定会经过这个 一定会 是这个圆的其中一点 就一定会碰 就一定是这边嘛 那哪一点我不知道没关 那 我们接下来这边有个81 对不对 那81是什么 从这边到 这一点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画两个圆 一个是62 一个是81 他会有个焦点 那有个焦点之后呢 这个焦点 就是这个弧的 如果我现在这个地方我知道这个弧的 那这个弧 特别注意是 逆时针方向 所以他的 我知道起点在这里 对 他一定是这样绕的 逆时针 所以起点 终点跟什么 角度 对 起点终点角度 那就画出这个弧了 再来这边呢 长度不知道 你可以拉一条 线 然后呢 会碰到这一条线 就会画出这个线段 那会突出来的 这个突出来的部分就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图形就画完了 这里的话呢 我们来试试看 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 第一个 这个地方 纵向是25 所以拉一下 特别注意极座 不要 因为我之前是改过 对不对 记得把它改回来 改成90度好了 如果你看到那个极座